人类为何会丢失三岁以前的大部分记忆 答案你想不到 从出生的那天 到家学语 再到第一次学会吃饭 第一次走进幼儿园 这些宝贵的人生记忆 你还有印象吗 其实 即便是我们已经有了完善的记忆功能 可还是难以回忆起这些早期的人生片段 这其中原因是什么呢 今天 我们就从这篇文章中来寻找答案吧 这也开启了心理学家 神经科学家和语言学家 几十年爱都百思不得其解的研究之旅 人三岁以前有没有记忆呢 科学家们也为此困扰 部分科学家认为三岁以前是有记忆的 但是经过 但也有科学家认为 记忆提层的结构与功能 不能维持长期记忆的需求 所以大部分人没有婴儿时期的记忆 或者拥有不真实的记忆 实际上是有的 学界公认的研究结果是Denice C.Pak 2001年发表的 Models of the Susparsha and Rubble Memory Equals Let it up to life sleep 他在345名20至90岁的成年人中发现 人们从20岁中期开始记忆 就出现了不可逆转的衰退 无论是工作记忆 长期记忆 短期记忆 还是信息处理的速度都是如此 但唯独语意记忆是不断上升的 这是一种对于一般的知识与概念的了解 其实导致记忆力差的原因有很多 例如不良情绪 失眠 疾病 用卯过度 过度依赖工具进行计议 压力过大 以及吸烟 饮酒等不良嗜好